这是雨,体内核种物质越多,抗寒能力就越佳 好,往前看 讲抗寒哦,抗寒哦 好,寒冷缺氧,哎呀,讨厌呢 寒冷缺氧环境下,肌肉带卸毒这样子 在缺氧期间,金鱼也是个耐寒的哦 好,这世界上有些雨哦,它是没有血红素的 这我补充一下,就是那个什么南极冰雨 因为这边温度很低,它带卸率很低,它不需要这么多的氧 好,反正就是跟你讲说,如果今天我缺氧,同时有一些状况 我可能缺氧乳酸发酵 好,我们把进步大家看到这里,往后一看 它说,问的问题是 哪些物质越多,抗寒的能力越佳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问抗寒,而不是问那个缺氧的情况 缺氧跟抗寒不完全一样,好,呃,如果今天我要说,哎,今天这边哦,氧气不足 你必须要维持一样的能量提供,谁最好呢? 这几个东西,当然是以它最好,为什么?答案是B 我先讲,它给答案B的理由 因为这几个分子当中,只有B是有机大分子 它分解后可以形成无数的葡萄糖 无法当中,可以继续行有氧呼吸,产生当然的ATP 所以这几个分子谁的能量最多 当然是甘糖,甘糖能量最多 因为它在代谢过程可以吃出最多的能量 可是你看乙醇跟乳酸,都只是发酵厚的东西 所以它已经是有机的小分子了 所以你再把它分解氧化,产生的能量还是不够啊 所以如果以能量的角度,答案是B最好 可是问一次,它不是问缺氧或是问能量 它问的是抗痰 如果是抗痰的话,我的观点就不是这样了 抗痰是,因为换你的细胞质解冻 我必须要让你的细胞质变浓 好,这四个物质,谁有机会让你的细胞质变浓一点 让它的冰点下降,当然还是甘糖 因为一磨的甘糖,可以分解出大概几百磨的葡萄糖 你的浓度可以上升一百倍、两百倍 那你的浓度就上升了 所以可以快速的让细胞质浓度上升了 看起来是甘糖最有可能 但是这题,为什么我觉得这题怪怪的 因为你没有跟我讲数量 比如说,我可以讲 一万个乙醇,一个甘糖 一万个乳酸,一万个去氢小素 那这样的甘糖好像就没有很厉害了 因为人家是一万个再一个 你居然分解成上百个,人家还是一万个 所以这题应该最好讲 以下这些物质是等墨尔素 我觉得比较严谨 我觉得比较严谨 所以我现在回来看这题 是以甘糖这个答案是最好的 不论以能量提供它最好 那丹伊默尔提供更多的默尔素 提供更多的细胞质浓度 也是甘糖比较好 好,因为这几个理由 我们还是认为甘糖是最好的答案 请依据本文及你所习得的知识 还有你的综合判断的能力 这就是素养啊 阅读素养